大家好 今天咱们来分享一个非常抽奖的机器 为什么是非常抽奖 因为它电信还有移动 看回程的路由的时候 看回程的PIN都是看脸的 十分抽奖 推荐是广东的电信和移动去使用的机器 价格还是蛮优惠的 特别是对于电信来说 咱们慢慢讲着 首先这个商家是已经成立了三周年的商家了 前一阵是由周年庆优惠的 现在周年庆已经过去了 不过还是有前三个付费周期 行用户的八折优惠码 前三个付费周期是八折的 这里是他们家的Telegram客服群 这里是他们家的亏竞 它家的机器分一三个系列 D是住宅IP M是VM虚拟化 K是KVM虚拟化 是最便宜的机器 咱们就只推荐买K系列 K系列GDP 三美金 150兆不限流量 但出国 出越南 只有100兆 所以说大家就当做100兆不限流量 去使用就可以了 商家说 这个是有电信优化的 所以说我就开了一台VMPT 去试一下 然后结果 就是 开头奖的 非常的抽奖 他们家这个机器 是解锁奈飞和TikTok的 不解锁迪士尼 测读能够出来是百兆的水平 商家写了个150兆 但是出国 出越南 就只有100兆 这样子的 然后都是绕香港 越南机器都绕香港 但是有的电信绕美国 有的都绕美国 连通是不可用的 电信和移动 非常的看连 一般来讲 越南的机器 都是移动 是直连的 电信是绕路的 他们家VMPT 是非常的看连 基本上 广州的电信和移动 是可以使用的 然后有的北京 可以使用 有的甚至广西 都可以使用 反正大家就到这个亏镜里面 然后你在本地 PIN一下 这个IPV4 然后你百度一下 你的IP 在这里测一下路由 看一下路由 最低的那一级的PIN 是多少 如果PIN比较低的话 那就可以 去买这个机器了 如果你是电信用户 特别是广州的 那部分电信用户 你测一下 你的PIN比较低的话 那对于电信来说 晚高峰速度跑得不错 并且只有2.4美金 百兆不限六样的机器 对电信来说 真的是十分友好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做本期视频的原因 基础测试 CPU这个分数挺高的 不影响翻墙 内存和硬盘 也都不影响翻墙 甚至硬盘的速度 还挺不错的 流媒体测试 大家看一下 这里不解锁迪士尼 但是解锁奈飞 解锁DZN 然后解锁YouTube的Premiere YouTube的高级 忘记怎么念了 这个还带IPv6 IPv6我也测试了 基本上全国都绕路 所以说就没必要 去测试IPv6了 这是三网回程和测速 这个基本上都是假的 大家看一下 这广州联通 你广州联通也是可以去使用的 广州电信测起来都非常低 基本上就是给广州人 专属的一台机器了 这里是测速 测延迟 联通的成都测出来也非常低 反正就是很邪门 这是全国PIN测试 大家可以看一下 电信的长沙PIN48 联通的上海PIN46 基本上靠出奖 在这里看PIN其实挺友好的 但是下面这个测速 大家可以看一下 广西的电信 TLS的延迟是228 长沙的电信 TLS的延迟是76 长沙电信就是可以使用了 大家看一下 广西电信如果绕路的话 它平均速度是3MB每秒 长沙电信就是 图片我怎么点不开 长沙电信就是能跑到满速 100M这样子的 然后联通我测两个 都是绕路 甚至广西联通顶着绕路 还跑不到了9MB每秒 这里我测的是单线程 晚高峰测的 这里的两个移动测试 结果都不太友好 因为它的延迟都太高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 你的延迟高速度就低 所以说大家可以到亏镜里面 把你本地的IP填进去 测一下路由 你测pin是测不出来的 把你的路由填一下 然后看一下 或者说你去测一下去城 对于电信来说 基本上去城直连 回城也都是直连的 对于移动的话 这个就比较看脸了 所以说 这个机器我还是比较推荐 电信用户去抽奖的 去看路由抽奖 看pin抽奖 而不是说直接去买来抽奖 这样的 本期这个机器稍微有点意思 但是可观性并不算太高 那本期视频呢 就先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